《西游记》可谓是经典 在《西游记》这部电视剧中 孙悟空是一个灵魂人物 杨洁挑演员的时候也特别用心 杨洁拜访了北侯王李万春 希望这位老艺术家能提供拍摄一件并推荐合适的演员 但是谈的并不投机 在孙悟空形象的塑造上 两人的观点是不一致的 于是杨洁就让李万春推荐一个演员 后来金人推荐 杨洁又看了一位中国戏剧学校实验金剧团的台柱子 董志华 但董那年又有出国任务 剧团换不了人 只好又作罢 经历挫折后 杨洁找到了男猴王六灵童 希望其推荐合适的演员 拜访后杨洁从获得的新闻资料中 希望能见一见一个评价极高的少剧青年猴戏演员 让在六灵童先生的死魔硬炮下终于放弃 而选择了他的儿子六小灵童 就这样六小灵童开始实验孙悟空 六小灵童本名张静来 生于中国上海 他六岁重复六灵童练艺学武 1976年6月在上海高中毕业后 考入浙江昆剧团艺校专攻五升 六小灵童家被尊称为猴王世家 这张演猴戏是从他曾祖父开始的 最后是祖父父亲哥哥和他 他父亲从六岁开始学猴戏 为此取一名六灵童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